另外在美國眾院的軍委會 9月揭露了美方的軍事造船廠 那麼先前在時空期間 疑似在這個美軍艦艇 沒有按照標準程序焊接 那美方的國防新聞表示 美國海軍上月24號 經過眾院通知 便對造船廠的施工進入來調查 有三艘的軍艦受到影響 好 我們請教將軍 我個人認為大陸人民空軍 這一次的這個演習 透露出來的消息 我認為不是殲-16 應該是殲-16D 殲-16D跟殲-16差別在哪裡呢 殲-16D是電戰機 它主要是負責電戰的 但是相對的 它也掛有一些空空導彈在上面 殲-20主要它最大的性能 它純粹就是隱身為優先 它總共也只帶了4枚的 中層的空對空導彈 當然如果說殲-20跟殲-16 如果說純粹是殲-16對抗來講的話 殲-16應該不是它的對手 因為它的隱身性比較好 你的殲-16D 你殲-16來講的話 你雷達抓不到我 那我先抓到你來講的話 我發射完導彈以後 射後不離我就走了 所以殲-16不太可能是殲-20的對手 可是殲-16D就不一樣了 因為它具有 它主要的作戰任務就是在電子干擾 電子干擾 當假如說殲-16D 它放出它的電子干擾器 將你殲-20的這種飛彈的發射的雷達系統 將你干擾掉 讓你前面一片電波 你不知道我飛機的位置 甚至誤導你這個導彈射程的位置 我移到另外一個位置去 我再移在這個地方 但是我放一個假信號 在我的右邊這個500公尺之外 你的飛彈就飛向那邊去 這就是電戰機的厲害功能 在這個位置 我可以讓你的雷達完全失去功效 然後這樣的話我才有機會 擊落你的五代戰機 但是我覺得這次來講的話 我們所有訓練都一定要從嚴從難來訓練 為什麼要做這個演練 當然我很明顯的是針對美國的F-22戰機 昨天的訊息來講的話 美國為了要對抗中共 大陸解放軍 然後他將F-22戰機 部署到日本的三則基地 那你部署了F-22 那解放軍就透露這個訊息出來 說我不需要用到殲-20跟你來對抗 我殲-16D一樣就可以應付你的F-22 所以這個訊息來講 我覺得這個主要是針對美國 讓你美國知道 你就算在日本部署了F-22 我用我的四代半戰機 我只要用電戰系統來講的話 我一樣可以有機會擊敗你 那之所以講說焊接技術來講的話 我覺得美國這真的是很大的一個麻煩 你看其實你看尼米茲級 現在美國的航空母艦都是尼米茲級 每一艘我們現在 你我們檯面上面講出來 不管是華盛頓號或者是杜魯門號 或者是雷根號都是尼米茲級 都是這一級的戰艦 大概不同年代生產的 那這個核子動力攻擊潛艇 這個李高佛號還有這個新紐澤西號 這些攻擊潛艇那更嚴重了 為什麼你要知道焊接不是我們想像中這麼容易 我跟大家舉一個例子 你光台積電我們到美國去生產 台積電去設廠 那時候美國不是在那邊吵鬧嗎 說你們台灣為什麼自己還派工人來 我們為什麼不用我們美國工人來建廠 你不會焊接嘛 台積電那個焊接那個管線 要專業的焊接工才會焊接 那台灣因為在台灣 做了很多的這種晶圓廠 它這種工人有 它這個技術有 所以它會焊接那種管線 那高管線裡面走的時候是高酸 或者是毒氣的氣體 那不能有一點點絲毫的洩漏 如果說有洩漏出來的話 會對人員造成很大的傷害 那船艦更是如此 你要知道船體在講 在水裡面來講的話 如果爆炸的話 那種震波 跟在空氣之中爆炸的震波不一樣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那種 電影上面的場面 或者是演習這個釋放出來的紀錄片 我們都看到那個魚雷打到軍艦以後 這整支軍艦是抬起來的 然後從龍骨開始折斷 因為水裡面壓力它是越來越大 它不像空氣會將你壓力釋放掉 水的壓力來講 你那個爆炸的壓力你釋放不掉 所以它所有壓力都衝到你船體身上 所以如果說是 這些軍艦跟這艘潛艦來講的話 它如果說焊接不行的話 有問題的話 你一顆 你看深水炸彈丟下去 它不用在你的船 砸到你的船身才爆炸 它只要在你船體旁邊爆炸 那震波的壓力就會把你船身 很多地方這個炸出裂痕出來 然後你船身就會進水 是非常危險的 那講到這個我也特別在講一下 我們台灣也是一樣 我們台灣膽子有多大 然後這是我們自己中船 我們海昆號用的鋼板叫HSLA-100 那這種鋼板來講焊接技術更難 更難來講我們台灣自己不會焊接 我們要選外國專業的技術 但焊接的時間 焊接的溫度 焊接的燃料都非常重要 我們居然用這種鋼板 那時候大家就提出質疑 說我們自己有沒有能力 焊接這種鋼板 這個美軍來講的話 它有沒有這種鋼板 用HSLA 它用在什麼地方 水面上面它可以用這種鋼板 抗炸功能比較強 可是水面下面來講的話 它只敢用到這個HSLA-80的這種鋼板 我們台灣海昆號居然用這種鋼板 尤其是說講到焊接技術來講 我們自己看到我們自己第一次 海昆號亮相 這個為了趕著出場 讓蔡英文可以下水典禮 我們看到大家在這邊解釋 這叫授碼效應 因為我們看到那個煩躁上面 都凹凹凸凸不平的嘛 為什麼凹凸凸不平 就是焊接技術不夠嘛 所以焊接的那種 等於說有些地方熱上冷縮 就凹進去 瘦下去 他們叫授碼效應 我想說大家都還記得這個事情 所以說如果說我們自己本身來講的話 讓人家擔心 我反而不要擔心 我們這個海昆號 如果說用到這種等級的鋼板 它抗炸性是很好 可是焊接的技術 可不可以達到這種程度 說是在 尤其是潛艦在水底 最怕的是深水炸彈或魚雷的攻擊 那種耐波性來講 跟在空氣之中 爆炸是完全不一樣 美國會講出這種事實出來 我覺得代表一件事情 美國軍工產業確實是 很嚴重很嚴重的落後 它不但是碼頭設施不夠 基礎設施不夠 甚至於它連焊接工 焊接技術都不足了 對 就是各方面 相較於大陸這幾年的一個進展 那差很多 它美國自己的報導 它不是光軍工產業船隻而已 它所有船隻來講 它這個是落後中國230倍 這是他們自己承認的數據 差不多230倍 那一般造船也是一樣 中國去年收到的訂單 造船一般一般輪船訂單 中國收到訂單是1500張 你猜美國收到幾張 5張 哇 這個落差也 落差就到這麼大 所以那美國現在軍艦來講的話 它已經外包給這個 包括日本 韓國 甚至外包給印度來做維修 就代表它自己的這種 軍工的產業來講 很明顯的落後不足了 是 需要請到立章軍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看到是這個大陸的 反無人機雷射系統 再來要關心是 大陸的人民空軍報導 一場演習當中 裝備殲-16的中隊 是擊落了一架更為先進的 以身戰機 以身戰機 那麼外界推測 這被擊敗的正是殲-20 好 殲-16具有強大電子作戰能力 很可能會讓殲-20的 隱身能力打上折扣 我會看到這個大陸的 是敬佩的 放在這裏 後面的 是敬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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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在這裏 敬佩的